陸媒爆料巨君业抢走大S財產 導致他點線發作 錯誤消息滿天飛 讓大S人無可忍 工作室下午公開 巨君业無犯罪證明文件 捍衛老公清白 發文寫下巨君业先生 於2022年4月取得 由韓國公務部門 提供之無犯罪記錄證明 特此公告 最後他也應期來強調 再有造謠虛構 影響社會秩序的惡意文章與影片 不排除提告 來反擊惡意造謠的人跟媒體 而大S提出巨無犯罪證明文件 也被聯想是不是要順勢 回應前夫王小菲啊 網友也在底下留言 直說你前婆婆在直播間造謠 搞他 但也有人心疼大S 要他照顧好身體 還說從文字中 可以看出他對巨君业的愛 真的假的 我永遠都子 以為吃 rozum